近期,台湾掀起了一股酸菜鱼风潮 许多连锁餐饮业者看准商机 开设相关品牌创下今年的收入 酸菜鱼引起辣椒、花椒、姜河酸菜等食材的丰富调味 口味浓郁,只是由套客们喜爱 不过,近期有一名玩偶在社群平台发文 表示自己绝不会吃酸菜鱼 并给出了他独特的理由 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讨论 甚至吸引了前议员兼知名网红呱吉邱威杰发表看法 这名玩偶在Files发文称 虽然酸菜鱼是一道好菜 但自己绝对不会去吃 他解释说,鸡龙人都知道 如果鱼虾被累需要重调味 这通常意味着食材不够新鲜 因此,他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避免被虫调味的料理误导 看到这篇文章后,瓜吉在留言区回应 指出其实这是河鱼和海鱼之间的差别 瓜吉解释说,海鱼通常会有土腥味 因此需要用较重的调味来处理 例如酸菜鱼或泰国料理 甚至台湾的活鱼山丝 都是以河鱼为主 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因为种调味能够掩盖河鱼的腥味 让料理更加美味 接着,瓜吉指出 海鱼较少有腥味 因此简单的处理方式 反而更能显现出鱼的鲜美之处 对于该网友的说法 瓜吉认为并没有错 这确实反映了食材的差异 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新鲜度的问题 瓜吉的解释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和赞赏 大家纷纷表示 对于料理也太有研究了吧 孤独的美食废人 瓜吉温暖的解说 好专业 不愧是孤独的美食废人 你是生活智慧王嘛 这些评论显示出 大家对瓜吉的见解表示认同 同时也对他丰富的食物知识感到惊讶 酸菜鱼作为一道蜂蜜的美食 因其独特的调味和丰富的口感受到广泛喜爱 然而 不同人对于食材新鲜度和料理方式有不同的见解 瓜吉的专业解释不仅澄清了和鱼海鱼之间的差异 也让更多人理解了酸菜鱼背后的烹饪原理 这次讨论不仅促进了大家对美食的认识 也展现了台湾多元的饮食文化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MING PAO CAN PRAатSp lider TO MING PAO CAN PRAGED